哈喽大家好 我是高兴 今天为大家带来什么呢 是一个超级火爆 超级啊 性价比 超级舒服 是什么 是一个 无线蓝牙耳机 无线蓝牙建造耳机 然后 为什么他很火爆 因为他现在几乎在亚马逊里面 OK 卖无线蓝牙建造耳机 他几乎是排第一名现在OK 已经没有之意了 然后啊 他评论里面已经也超高 几乎每个人都五个星OK 上面好像有一万几千几千条评论了 非常高非常高 然后这个耳机也是 超高性价比 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个耳机我 我两三个礼拜买的 我现在才想起来我有这个耳机 我前两三个礼拜买的 然后啊 我买那个当时好像六十块还是六十五块 美金 然后 现在 我昨天我上网站看一下现在只要五十块 你现在买 再减十块钱 现在只有你需要五十块 我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把连接链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五十块五十块一个蓝牙建造耳机 真的非常好OK 还是有牌子的 而且我告诉大家等一下开箱里面还有什么 你就觉得他很划算 然后第三 为什么说他超舒服的 因为这个耳机 其实我 四个月之前吗 四个月之前我就买个 买过一个了 四个月之前我就买过一个 买完之后 我用了一个月左右 我就啊 我告诉我朋友 我说这个耳机很好啊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他说 可不可以借给我用下 我那种 当然可以啊 一借过去 还是那句话了 一借 没有回头 就是 借完就从此没有再回来 他是不好意思还呢 还是换去玩呢 我那我就不清楚了OK 总是还是那句以后大家借钱也好 借车也好 OK 尤其是车子OK 你借给别人你发生什么事情是你自己背 借电子产品也是好 也是一样弄坏 他弄坏了你叫他玩 赔你一个心吗 这是不好意思开口 你懂我意思吗 OK 还是那句了 如果他看到我这个视频 那我就告诉你 这个视频是做给你看的 记得要玩给我 OK 所以我已经用过 我知道 这个耳机 是很舒服 我还是给大家普及一下 观点什么叫舒服 舒服并不是说 越贵的东西 就越好越舒服 呃舒服是你一定要去到 如果尽量可以的话去到实体店里面 戴上那个耳机 你自己感觉一下 舒不舒服 因为每个人的头型不一样 OK 你们看过有一些耳机啊 有一些耳机他卖到两三万美金一个耳机 那么大概一公斤重那种很大一个铭牌 敲击铭牌 然后他还有两根线 还不是无线的 还有两根线 跟我的手指一样粗的 还记得旁边有一个很大的放大器 你每次听 听那首歌呢 还要躺在沙发 戴着耳机 插着放大器 才能推得动你的耳机 然后再听那首歌 我其实我很想说 我拜托 我只想 轻轻松松的听一首歌 舒缓一下我的心情 让我开心一下 这可能每个人不一样 我是自己这样认为了 别人怎么样 我不管了 这个是我自己观点 呃 然后 那其他也不讲了 我大概跟大家讲一下这个 这个公司吧 可能大家对这个 Anker这个公司 大家可能很陌生 OK 这个耳机是 总公司是 Anker 这个子公司叫Sunko OK 我不知道他是脸脸是把他买掉还是什么 这公司呢 呃 他大概 成立啊 成立在2011年 是由前任的前任的谷歌 谷歌的工程师叫Steven Yang好像是一个中国人 呃 成立在美国加州 然后啊 他什么呀 他挺厉害的 这个公司才10年时间 OK 他获得了 中国出口口品牌 三次的前10名 然后他也 呃 哦 我的鸟很吵 每一次都是这样 然后他也获得了 亚马逊颁发的全球 呃 中国制造品牌大奖 他也获得了24次 呃 德国的 德国的红点跟IF的 设计工业大奖 就是还有很多呢 我就不讲了 我记得就这么多了 OK 别别勉强我了 呃 所以就让大家理解一下这个品牌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品牌 所以我们现在就开箱来看一下 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全名叫做Anchor by Soundcore 他这个耳机型号叫做Live Q20 然后Wireless and Handphone就是无线建造耳机 呃这个耳机还有一点很好 他就是支持啊 那个high race audio 然后呃 我反后面给大家看一下吧 他第一他有支撑那个high race啊 呃 Sound quality 是什么意思呢 很多人不懂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high race 就是这个 大家如果买耳机也好买什么东西 看到这个东西 就这个东西就是啊 比如我们很多音乐本来是很好的 然后为了容量把它 呃压缩压缩成啊 压缩成很低 比如128k啊129k啦 呃这个尽量 他就把它声音还原 还原成原来的声音 所以这个东西挺好的 这个东西挺重要的 一般来说有这个东西的耳机都不会平易的 然后第2他就支持那个啊 呃 Edit noise cancellation 就是支持那个啊 建造 他听说好像那个建造和建造啊 90% 我其实也很好 我试试是非常好 然后第3他也支持那个啊 based up technology 就是那个啊 低音呢 可以你 可以让低音更更猛啊 然后他有40个小时的无线啊 play time 有4个小时的电池 我这小 40小时完全够用了 非常长啊 然后啊 他有那个 extra soft East cup啊 就是那个超级暗 那个 耳罩 那个耳罩是那个 超级暗 我等一下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 flexible 就是他可以 直 直叠起来的 然后啊 他也支持3.5毫米的 耳机线 OK 他然后他用的是最新的 蓝牙 蓝牙5 蓝牙5 我很想要把他撕磨这个声音 很爽 哦 这样子的 他上面有两三款是这个 无线耳机 但是大家不要买错 这一款是Live Q20 Q20 live OK OK 下面 他的耳机才卖50块 有没有人像卖一两百块的耳机 有一般的说明书咯 大家可以看也可以不看 大家这么聪明 这个也是了 然后还有一个 这个品质还不错 一个防尘袋 有他的名字 在那边的一个防尘袋 还不错啊 你你你才多少钱了 才那50块还送一个防尘袋 是不是 然后耳机 我们看一下耳机 一个数据线 一个充电线 一个充电线 然后一条 3.5毫米的 数据线 然后耳机 而且我告诉大家 这个耳机为什么他说的很舒服 他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 发非常轻 非常轻 第二点 OK 大家可以看 这个超级软 这个是记忆海绵 非常软 非常软 然后 然后 这里面是这样开 然后它可以直接 有时候你带在头上嘛 额 你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 这个这个案例就是开关 这个案例是建造 建造的 你可以开位置关 如果你关掉好像可以去到60个小时 你如果你打开它就好像三四个 三四十个小时 所以你想省电的话 那就把这个关掉 然后这边 就大声扫心啊 啊 哥啊 然后这边充电跟耳机口了 然后这边有他logo 我把撕开 这个啊 不算黑色 这个像 灰色吧 我就觉得这个颜色还蛮漂亮的 他还有一款是银色的 大家如果喜欢银色的去看一下银色 是不是 不错吧 我给大家带上去看一下 因为一般啊外观我是不想 不想评论 他的外观 为什么 因为外观这个东西真的啊 见仁见智 外观这个东西 所以我不能说他 Design了很丑 或者说很酷 每个人见仁见智嘛 还有这个耳机真的好轻哦 OK 我跟大家讲 在无线蓝牙 还有建造功能耳机来说 OK 他已经算很轻的 然后他而且 真的很舒服 我不是跟 大家开玩笑 大家真的 我全 全力建议大家 全力建议大家入手一个 OK 才50块了 你现在买才50块吧 是不是 我之前买还60块的 是不是 所以 今天开箱的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OK 希望大家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耳机 还是那句话了 喜欢我的视频是不是 订阅跟跟分享分享给大家 OK 那今天就这样 OK 拜拜